9月8日,杭州第19届亚运会火炬传递启动仪式在浙江杭州举行 杭州亚运会火炬手涵盖杰出运动员、教练员等体育工作者 时代楷模、忠诚卫士、道德模范、劳动模范、最美人物等各个领域各类型的先进代表 据悉,启动仪式在杭州西湖永津公园广场举行 106位火炬手沿南山路、湖冰路、环城西路、北山街、西陵桥、孤山路进行 火炬传递收火仪式在平湖秋月举行 我想作为一个杭州人,首先喜迎押运 所以作为第一帮火炬手,倍感荣幸也很骄傲 因为杭州浙江终于迎来了属于我们的运动会 那我相信这个火炬传递本身就意味着是一届运动会的头炮 所以呢,自己就是怀着这种激动的心情 然后跑过的又是自己从小很熟悉的风景 所以这种感受很奇妙,但是我很享受 昨天我们在彩排的时候,我跟雪娟也商量 我们要设计一个动作,能够自己体现运动的美 同时又能够体现这个文化 所以我们选择了这个结尾的那个关公射大雕的那个动作 这是火炬嘛,火炬,用火炬把它,火炬当剑 对吧,然后点完以后 三、二、一 对,就是这样 此后,杭州亚运会火炬将在胡州,嘉兴,绍兴,宁波,舟山,台州,温州,离水,金华,渠州 第一次传递,9月20日回到杭州,并完成最后一站传递 在杭州当地去进行亚运的传递,亚运火炬的传递 我觉得能够感受到杭州人民对亚运会的期待跟热情 然后整个路程上面都能够看到非常多的人在为我们的火炬手加油,欢呼 然后跑起来的话也能感觉到让人心旷神医 而且西湖也是杭州非常独特的地标嘛 所以我觉得非常能够代表杭州 全球,这个亚洲各个国家的来宾 这个能够来到,这个通过亚运的倉口来体验中国 来看到中国的发展 能够共享我们的杭州之美,浙江之美,中国之美 我想我是非常非常开心 同时作为民营企业家能够参与到中间 也是彰显了这个国家对我们民营企业的一个重视 同时对我们也是一种自豪感 同时也是一种责任感 能够更好地去参与到这个国家的进程当中,发展当中 首先我觉得就是浙江杭州的这一个风土人貌 我觉得这种热情,希望他们体会一下 对,因为那么多的6500万的浙江人民都在期待着这一场生会 然后其次我想,杭州有美景,有美食 如果他们有机会可以到赛场外,到这个村外来体会一下 我相信这些西湖的美景啊,浅塘江边啊,奥提周边的这个 晚上的这些灯光秀啊,都会是让他们非常精彩的 因为作为一个杭州人的我来说 这些也让我一直留恋忘返 一直每次回来都要想去再看一看 最新写的字幕志愿者 继续